指揮中心昨天罗一军这一个医师 他也证实了有一个案例12294 他在4月份的时候在美国打了两剂辉瑞疫苗 他已经完成疫苗的完整接种 然后6月初的时候 他做了PCR的检测阴性 然后他从美国回来台湾 可是最后由于他的家人确诊 回头框他发现他也确诊 所以打完疫苗并不表示不会再遭受感染 虽然大家可能看到包括辉瑞疫苗 或莫德纳疫苗在外面的临床数据 可能说保护力好像有95甚至90几 但是问题是这个不代表你打了就不会遭到感染 像这位患者他是4月9号跟4月3号 30号分别打了第一跟第二剂的辉瑞疫苗 他回到台湾的时候是6月3号 那入台湾之后呢 当然要进台湾他还是减据了 就是上飞机三日内的PCR阴性的证明 然后回到台湾才一人一事的居家检疫 没有想到6月7号开始有症状 有一些流鼻水咳嗽 老实说因为你已经打了两剂疫苗 你一定不会想自己是这个情况嘛 没想到是后来先生也发烧了 所以那个时候去检查才发现两个人都确诊 当然这个时候罗一军副主长有说啦 就是打疫苗不代表你不会感染 我们只是减轻住院或减少住院重症跟死亡的风险 可是像这一例的案例大家也比较担心说 因为到现在其实除了我们的这个英国株之外 其实在全球比较盛行包括印度株或什么 大家就很担心说那像这样打疫苗 然后感染的会不会是后面的变种株 有没有必要再去确认他到底病毒株的状况是什么 那确认只能做基因定序是不是 对 就是要基因定序的方式去做 那目前指挥中心他们不会常态性做基因定序 他们说只会针对特别的状况去做 那这算不算特别的状况 其实说不定指挥中心也有注意到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那除了说辉瑞打了两剂 还是会得之外 很多人会担心说 那我们现在打的AZ 最近几天好像陆续又有传出来 是有关于血栓的事件 尤其在6月10号的时候出现了 我们开始打以来最高数量的 严重不良事件通报有了15件 那有些人说哇这15件里面 还有三例是血栓事件 那其中一个呢 其中有两个其实都是像脚部的血 就是深部静脉的栓塞 很像我们以前说的那种经济昌症候群 所以这些人跟之前的不大一样 他可能打了之后一开始 觉得说有一些红疹啊 然后发烧不舒服 到后来整个脚肿起来脚开始痛 然后才发现说可能是深部的 就是腿部的这些相关的静脉的血栓事件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很典型 它是肚子痛 因为李P之前有说了嘛 李P说如果你很严重的肚子痛 然后后来又合并开始有四肢出现红疹 所以他急诊就发现 确实一检查 他的D-dime就比较高 血栓小比较低 所以是很典型的血栓事件 那这一个15例里面就有3例 那我们之前有讲过 英国去统计说 AZ的疫苗施打之后 有这个血栓相关的反应 大概是百分之12左右嘛 百分之12 就百万分之10 百万分之10 不是百分之12 是 澄清一下 百万分之12.3 也就差不多百万分之10 那在台湾呢 我们现在如果以昨天来讲 我们累计大概施打了 累计是75万多剂的疫苗 AZ疫苗 所以大概那个比例 其实跟这个没有差异 非常的大 可是还是很能带 很多人担心 你看这有些人是 打了之后 眼睛 眼睛里面有的 有些脚里面有肚子的 有头的 那到底血栓严不严重 事实上之前就有提到 一件事情就是 即使感染COVID-19 本身他就有很多的病患 身上会出现这种血栓 他们有些人是中风 有些人其他事件 尤其在住院病人里面 比例非常高 所以打还是有效 不要担心这件事情 谢谢大家